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零零姐在新西兰华社是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的 她是一位探平绅士 同样也是资深的媒体人 在媒体当中她有17年的从业经验 那么以前她曾经在WTV工作了13年之久 我对她的印象呢 在工作上她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的一个编辑记者优秀的主持人 但是在生活当中呢 她又有非常乐观开朗和可爱的一面 比如 她非常喜欢运动 爬过很多的山 然后她在家里呢 养了六只猫 平时呢 还喜欢画画画 画猫 画生活 另外呢 她也是一个热爱烹饪的一个厨房达人 总之 我在零零姐身上呢 能看到很多非常优良的品质 她是一位非常善良和美好的人 她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从事义工的工种最多的 她好像从事着七种不同的义工工作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走进零零姐的生活 看看她从2018年离开WTV之后都做了些什么 让她给我们讲述一下她的义工生涯 零零姐 欢迎您 你好 杜荣 好久不见 是的 以往的嘉宾要来的话 我就说欢迎到今晚时来做客来做客 但您要来的话 我就说欢迎回来 哦 我还是做客 我真的是客人 很荣幸 有没有那种回家的感觉 哦 好熟悉 可是我们两位子不一样了 对 其实我记得在几年以前 大概三年多四年以前吧 您还是今晚谁来做客的主持人的时候 我就被采访过 对 是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年底的时候 我采访我们台里的所有的主持人 嗯 是 没想到几年之后我们变了又一级 主客一位了 对 对 对 很高兴啊 因为我是很轻松 完全都没有准备就来了 还没有 这是开玩笑 还是有准备的 以往都是做这个主持人去采访别人 那么这次是被采访者 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顺畅的过程 因为您是最知道主持人想要什么 想要和大家说什么的 对吗 应该是吧 而且可能会说得更多 那太好了 其实林姐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华社非常资深的一位媒体人 那么在我们今晚谁来做客就是您自己开创的节目 是 好多年前了 我都忘了多久了 当时是日播的 嗯 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 是 都要出去采访 那时候还不是在直播间的 是要到外面去做采访 然后就改成 周播的 嗯 然后时段也从prime time到深夜的再回来 都有过 都经历过 总之 这么多年一直是我们WTV的一个保留节目 哦 还从当时是一个小时的节目 哇 最早是一个小时日播的时候 但是压力很大吧 不会 我很快乐 嗯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说 这个应该算是我在中华电视网工作 让我值得回忆的点点滴滴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 因为透过这个节目 我接触到很多很多的人 嗯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在华社里边或在社区里边 都是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对象 我从这些人可能有上百个吧 几百个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太多太多 他们宝贵的生活工作移民经验 嗯 我到现在都还受用着 是 所以跟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接触 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 当然是 这个我是抱着学习的一种态度来采访这些嘉宾的 嗯 但是从2018年 也就是去年年初以后 你做了一个很突然的决定 在我们看来啊 就离开我们了 离开我们公司了 为什么 其实我在WTV应该待了13年吧 我做这个决定我也很讶异 因为我就觉得我应该会 我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台 嗯 我很喜欢上上下下所有的同事 我很喜欢社区 我很喜欢我采访的对象 我也喜欢媒体工作 嗯 其实很突然 对 应该是前后 我做这个决定大概就有一两天的时间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在出去跟这个华社的朋友接触 他们就说 零零节为什么不在你们那儿坐了 都经常会问我这个问题 是 是 我们在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说说 当时是怎么样 作为在13年工作的一个公司当中 有很深的那种媒体的情怀 又工作得很开心 相处得都很好 怎么就能做得了这个决定呢 呃 做这个决定我很 对我来讲是很重大的一个决定 我很难过 我大概 我到现在还是有点觉得难过 因为回到这个地方 大家很开心 可是毕竟是我做了那么久的时间 嗯 其实应该说是我 我曾经受过伤 从山上摔下来 呃 保住了一条命 断了一只手而已 就那段时间上班 胳膊都是打着石膏的 对 打着石膏 不能开车 那时候我觉得 我生命是捡回来了 呃 因为那个山是呃 很多意外都在 很多人在那丧生了 那我是保回来了 那我觉得说 生命是一瞬之间的 生死一瞬之间 既然我没有死 那我就想 人生可能是有限的 嗯 我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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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那特别是为人子女的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因为离开我的呃 呃 原居地台湾二十多年 我都没有在我的长辈身边 好好的尽孝 嗯 那二十多年 三个长辈都过世了 我都没有在他们身边 啊 就有一个是最后在名流的时候 回到他身边去 可他都不认得我了 那是一个遗憾 对 那我的母亲父亲都没有 我都没有陪到他们 后来我想说 我不能不再有遗憾了 那后来我回来 受伤之后回台湾去抖假 更 更感觉说 啊 我 我 我 这位老婆婆 我先生的母亲 年纪这么大了 她带我像青春女儿一样 嗯 我跟她很谈得来 我说 我想在他身边 陪 陪 陪着她 因为不是说我要弥补什么 而是说我要珍惜这个 这个我的长辈 我真的要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感在 所以在台湾 我就跟家人 就是谈了一下 包括我的婆婆都说 不行啊 玲玲啊 这工作也那么喜欢 你不要管我 你回去继续工作 我家人我先生我的孩子都说 你这么喜欢这个工作 而且你是嫌不下来的人 不要做这个决定吧 家里人都会不能接受 你要辞职的决定 都不行 可是我就说 这是我当下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回来从台湾收假 回来回到台里上班 我记得第一天吧 我就跟老板提了这个事情 老板也吓了一跳 可是我想这种 为人子女想要尽孝 大家都可以理解 后来也接受了我的这个辞职 玲玲姐你是一个任性的人吗 就是想做什么就要去做 不是 我绝对不是一个任性的人 我是考虑到很多 可是当时我只考虑到 我想做这个事情 就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很随你自己的内心 当下的这个决定 对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 我大概做的一个最随我 随心所欲的一个决定吧 是 因为以前我都会考虑到很多人 那那个当下我就说 我一定要做这个决定 包括我的所有的家人 我的朋友都 不可能吧 你怎么可能会离开WTV 但是我就真的就离开了 那之后的生活呢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孩子和丈夫都觉得你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从18年到现在 其实也一直没闲 对吗 没闲过 后来我就真的回台湾去了 那回台湾我就 就待在我婆婆身边 那她也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她虽然是不想我离开工作岗位 可是在她身边她也很开心 这样一个女儿在身边 可以陪她聊聊天 做她喜欢吃的菜 那我当然 因为老婆婆也是需要休息嘛 那我想说 三餐要陪着她 那晚上要陪着她 那其他这么长时间 我还可以做什么呢 当然朋友也是要见了 那我觉得既然 我二十多年没有在台湾 做那么长的时间 每次去都至少 都顶多就三个礼拜 这么长时间我可以做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当义工 我喜欢看看我 我想看看我离开二十多年了 台湾的状况 所以我就开始拧我的bucket list 其实在我回台湾之前 我就有个bucket list 我可以做的 那我已经联系 回台湾之前 我已经联系好一些机构 可以让我去当义工的 所以在回台湾前 已经有收到一些回复了 所以我回台湾第一周 就把我婆婆的这个时间 我的安排好 那我第一周 我就把全部的一些机构的 interview都做完了 那第二周我就 开始去做义工了 那台湾的义工生涯 台湾我是在三个机构做义工 到最后一个月 最后一个礼拜 我到山上去 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在那边当义工 所以在台湾大概是 应该说四个义工的组织 对 结束了那一段时间之后 回到台湾 回到了这个奥克兰 对 你还是在做义工的工作 对 我回来之后 大概还没有 大概在台湾 那我已经想到说 我奥克兰要做什么了 我想问一点 就是义工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要不提 我觉得很多人 都是愿意为别人去奉献 都是有爱心的 可是我没有见过 一个人像您这样子 在各个行业 只要是能做的义工的工作 您都会去做 是 我在回台湾的时候 我找的义工是 我想说能够发挥我的英语 特长 特长 我服的都是一些那种 孩子机构 特殊孩子机构 或者是那种弱势族群的机构 我想说我可以帮助这些孩子 教教他们英文吧 可是我发现到那儿 英文不重要 他们的生活更需要照顾 对 然后我找的后来 后来我就发现说 我很开心 这跟我在电视台做的 媒体专业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说 我也可以到一个特殊机构 去做工作 如果说以我的背景的话 我绝对不可能 有人录取我来 当他们机构里面工作 那除了能够帮助这些孩子 因为我发现说 你只要付出一点点的话 这些受你协助的这些机构 或者受我协助的对象 他们可以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他们会觉得说有人关心他 他们会给你回馈那种爱 或者是给你一个反应 对吗 有 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 我曾经被个孩子 verbal abuse 大概一个礼拜 到后来他挺身为我说话 他会骂其他的孩子 你不可以欺负玲玲老师 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转变 对 就是你要持续的关怀这些孩子 那你就发现他改变了 那这个是在我很多的义工里边 我都有发现到的 即使是我在SP4业当义工 因为我是很爱动物的 你只要给他们一点爱 那你就 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然后他们可能在之后 给人家认养的时候 可以找到一个好人家 所以你就可以 你只要做出一点点 你受协助的机构会对象 就可以有很大的好处 很大的改变 零零节在SP4业是做了很长时间吗 我做了很久 大概五六年了 那是还在台里的时候 您家的猫全部都是领养的流浪猫 对 大概有两只不是 其他都是 最多的时候几只猫家里 我家有六只猫 目前就三只 那目前是有两只 有两只都是SP4业的 我去过您家里面有好多 不单单是有这个领养的真猫 还有很多各种猫的摆件啊 玩偶啊 照片啊什么的 我喜欢那人家知道我喜欢猫 也送了一些这些跟猫有关的一些视频 是 所以这也是跟对动物的一种关爱 在SP4业 对 对 对 我是一个很不可救药的爱猫人士 爱动物人士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在奥克兰做了些什么 就我在回奥克兰之前 我在台湾的时候已经想到说 我还可以做什么 那时候我就想 我一样的 我就Google了一下 有哪一些需要 Mandarin 我在台湾是想说需要英语的 我在这儿想说是 Mandarin的这些 会中文的 会中文的这些机构 然后就 看了好多 那我就开始写CB了 我还是要记CB 然后回来之后 就陆陆续续的都有interview 然后都还好 都蛮顺利的都也都录取了 就我本来想说 会有几个decline我吧 拒绝我吧 这个都没有 全部都都有了 所以就加上之前的太平绅士 还有SPCA 所以最多的时候是六个在做 还有这个奥克兰的博物馆 关于这个毛利文化部分的讲解员 对 解说员 中文解说员 然后奥克兰医院的 Blue Coats Ambassador 也就是像一个服务处这样子的 那还有我在St. John St. John当时有个Caring Collar 那个电话关爱的服务 电话关爱服务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二手店 这是我教会的 就是Op Shop 所以就四个加上原来 两个就六个 可是我不是从礼拜一做到礼拜天 因为有些你要看看 因为我不能够做一个 礼拜一到礼拜天的全职义工 我也是要我的生活来平衡 所以有些是weekly basis的 每周去的 有些是一个月一次的 所以你就要来调整你自己 不要把自己搞到做义工 应该是很enjoyable的 就要变成是一个生活的负担 对对对是好事 但是别把自己弄得就是压力很大 我想你服务的机构也不希望把你榨干 它希望你能够持续性的帮助 源源不断的去传递这种信息和爱 这么多的这个义工的工作 有没有哪个是特别爱的 最喜欢做的呢 我都喜欢呢 我真的都喜欢 因为SPCA是跟动物打交道的 对 你只要把他们喂得饱饱的 把他们的catch清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你走的时候看到他们都在打呼噜睡觉了 那是你最快乐的事情 好安心哦 好快乐 那其他的都是跟人打交道的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不是困难 那像在Sing John啦 或者博物馆啦 医院啦 都有不同的需求 是 我相信博物馆讲解的这种工作 一定是非常舒服和很快乐的 因为你可以带给大家支持 大家听到以后也会有所收获 可是如果Sing John的那种关爱的那种老年的电话 会不会听到很多都是负面的东西呢 在我在Sing John的Caring College这部分 我不涉及到直接打电话给受照顾的客户 我是一个小组长 那我下面有义工 那就监督着他们去做好这个工作 具体的确实 对 那我倒是没有直接跟这些客户来联系 可是我听到的反馈 也不会太难过 因为这些受关怀的这些客户 是很期待我们Sing John Caring College的电访员打电话过去 是聊天吗 是聊天 我们不涉及到任何的私人的一些财务健康 我们不给任何的这些建议 或者你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或者家人的纠纷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是跟你 比如说我今天打电话给杜荣 我就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分享的 比如说你今天的菜园里边有个收成 或者小孙女有什么样的在学校里有什么快乐的事情 你有什么参加社团活动 你们今天做了什么打的太极了 跳了什么舞 就这样子跟我们聊聊天 我们就是这样子让你觉得有人在关怀你 有个可以让你分享的一个听众 可以说话的一个对象 是 所以老人对这方面的需求其实是挺多的 都很孤独 他们都很开心 他们都很期待 我们的电访员打电话过去 我们是基本上是按照客户的需求 有些是一个礼拜打一次 有些是两个礼拜打一次 是 听起来这个六七个事情 还是每一个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也都是有他 觉得有收获和快乐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而且是我自己也在学习 就我刚才跟你讲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是从我的受访者那边 得到很多的收获 他们的生活经验 那我在做这些义工 其实也在学习 比如说是我在奥克兰医院 来找我的都是来看病的 那他们已经有疾病上的痛苦了 还有精神上的紧张 因为要去看医生 找不到地方会来找我 所以你就可以去 射身处地的去看待 有时候有人会对我生气 可是你就要平行契合的 会觉得委屈吗 这样的时候 你觉得我是义工啊 你怎么还要这样 不能这样想 我当时是 因为我也有前辈在指导我 我们都是一起工作的 他说没关系 这个常常发生的 后来我发现 真的常发生 就是心力已经很强大了 都可以接受 我还是会难过 因为我知道说 他们一定承受了 很大的压力 才会把气出在我们身上 那我觉得他们不是 故意找茬的 而是说会有一种紧张啦 或者是怎么样 恐惧 才有这样的一个 负面的情绪发现 那就过了就好了 所以理解了之后 也不会因为他这样的 而真的去生气 放在心里 对 我就学习到了 真的是你就 这种人我们更要去 体谅他 那或者是在博物馆 博物馆我更是在学习 因为博物馆是 一本活生生的一本历史 包括我特别是在 Maurie这一部分 Maurie是我们 新西兰的原住民嘛 那虽然是时间不长 才几百年 可是有很多的 它有很多的历史 很多的文化 艺术 甚至语言 都是你学不完的 是 所以除了我是当解说员之外 之前我要去吸收这方面的知识 你要先自己去学习 理解融会 关注技术再给别人去说 对对 所以我们是经过很严格的受训 三十个小时的受训 然后有个测试 所以我真的是很开心 真的是很开心 我觉得您是一个对生活 还有对知识 以及对任何的东西 都是打开自己的这个窗口和视角 然后是一个吸收型的人 这是我当时离开 决定离开电视台 放下我全职工作 我想要去做的 就是我要去explore 探索 探索 除了是尽效之外 我还想探索 我的专业以外的 我的routine生活以外的 我的舒适圈以外的东西 比如说像博物馆 我一辈子不可能在博物馆工作 可是我确实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当义工 我不可能在医院里工作 可是我可以在医院里面 就是当义工 看看他们这些医疗人员的 真的是无私的风险 义工的无私风险 然后看到一些像是 我在opshop里边 我是在南区的一个 收入比较低的一个opshop 我看到他们的这些人的生活 他们可能一块钱都很难 很计较的 对 很在乎 对 我觉得曾经碰过一个 他没有现金 然后刷卡 就两块半吧 他的卡刷不出来 对 那就是这些事情 我们生活上 我们的生活圈子里 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可是我在那个义工当中 我看到了这些情况 你看到了社会的每一个面 有非常光明美好快乐的温暖的 也有很多让人会伤心难受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在我这一两 快两年的生活里边 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 还有很多可以在这场 很大的一个收获 是的 感谢观看